Halloha 我是孟華 今天我要介紹的人是 甲蟲王者亨利沃爾特貝斯 先請各位啊 對自然史有興趣的話 馬上訂閱本頻道 而且還要小鈴鐺開全部通知 如果對自然史還沒有興趣的 那你就看看就好了 還不需要馬上訂閱 那我今天會介紹 跟貝齒有關的一些事情 第一點就 華萊斯跟他是什麼關係 第二點啊 貝斯尼泰 第三點則是 大愛文跟他又有什麼關係 第四點則是 跟貝齒有關的著作 首先呢就是 貝齒他 他其實跟華萊斯是認識的 在十九歲的時候啊 華萊斯在 萊斯特的 圖書館裡面遇到了他 就這樣認識了 我覺得還滿 這應該是 華萊斯少數的幸運日吧 認識了以後呢 那個 貝齒就教華萊斯很多 昆蟲 學的知識 所以其實 華萊斯 遇到一個 也算是很厲害的朋友 因為貝齒當時十九歲 然後華萊斯二十一歲 而貝齒在十八歲的時候 就已經發表了 跟甲蟲有關的論文 而他們兩個人呢 知識方面的 愛好是投遠的 所以就相約一起去 亞馬遜旅行探險 然後華萊斯在那邊待了五年 就離開了 我之前有在介紹華萊斯的影片裡面有提過 那那個貝齒的話 他居然在亞馬遜待了十一年 當然他不是隨隨便便 就只是在那邊採集標本而已 他還有很仔細的觀察和紀錄 這也奠定了他後面的 後續的成就 接下來就是說 貝士尼泰的部分 因為他在亞馬遜啊 有觀察到很多 的蝴蝶還有昆蟲 他最主要那個 這個理論怎麼提出來的是 因為他觀察到一些蝴蝶啊 他明明就沒有毒 卻長得跟有毒的蝴蝶很像 他這個是一個自然選擇理論的證據 自然選擇在當時啊 剛出版的時候 大家聞就一口 獲得很多親朋好友的支持 就是也包含這個貝齒的證據 貝士尼泰 我剛剛講到說 那個嘛 蝴蝶啊 無害的蝴蝶 和有毒的蝴蝶 他們就是有毒的蝴蝶 對掠食者來說啊 吃到以後會 可能會有點不舒服之類的 所以就會不太想要去吃有毒的蝴蝶 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投機主義啦 就無害的那種蝴蝶啊 不會是只有 很常不是只有一種模仿有毒的蝴蝶 可能會有好幾種 好幾種種類的蝴蝶下去 模仿他有毒的那個對象的樣子 而且他們不一定會有親緣關係 所以這個是蠻神奇的發現 而且地理位置分布的部分啊 可能會棲息地會很相近 這也算是你太研究的魅力之一吧 因為亞馬遜裡面除了昆蟲以外 還有很多很奇葩的生物 也會透過這種方式去模仿 甚至有鳥類的幼鳥啊 是模仿某一種蛾的毛毛蟲 而且連那個動作都模仿得很像 亞馬遜算是一個生物多樣性很豐富 所以真的孕育了很多自然學家 但是你太的話就是雙方之間會互相那個 有一種很像輪迴的感覺 沒有毒的對象 因為他們族群 他們因為模仿有毒的族群 讓他們有一些好處 好處就是繁衍速度會比較快 他們比較不容易被吃掉之類的 只是如果他們數量一多 可能就會影響那個原來有毒的物種的族群 所以那個有毒的物種的族群 它就會又開始改變 發生物種變化這個事情 再來那個什麼 降低死亡率 接下來那個無毒的那種模仿的物種 它又會開始繼續模仿 只是這些事情 其實是有牽扯到 無害的模仿者 從有毒的那個物種那邊 取得好處以後呢 它就是會一直追著它改變 長久以來形成那種 非常美麗多樣的物種 如果你把它全部攤開來 只在面前看的話會覺得很漂亮 除了貝式擬太以外 其實還有其他擬太了 有另外一個相對的擬太就是牧式擬太 那個提出者是穆勒 他跟達爾文是有關係的 而且穆勒他也是在亞馬遜 待很久才提出這東西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們好像都有一些 類似親戚之類的血緣關係 只是他們那個 他們應該算是知識上的血緣關係 會讓人很著迷 這個擬太的相關研究 它是跟物種形成啊 遺傳學還有發育生物學有關 對這方面有興趣的 就可以朝這方面發展 而那個貝齒他在亞馬遜啊 收集到的標本 至少有14000種物種的標本 他不是用數量算 是用種類下去算 裡面有8000種是新的 大部分都是昆蟲 所以我這邊啊 我想說分享一下 之前我去看展覽拍下的 貝齒的筆記本 他有一頁啊上面是 他除了寫他的筆記 還有他畫的昆蟲 大家可以猜猜看他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特別去找 再來就是解說牌其實有問題 因為那個貝齒在亞馬遜待11年 而不是5年 裡面那個描述啊 他直接套用華萊斯的部分 我覺得很不應該 尤其這個展品啊 是從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 就巡迴展啊 就 照理來說應該是 由他們提供的一些解說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底下有英文解說 可是 卻發生一些 滿浪人傻眼的錯誤 就是 連被死在亞馬遜待多久都不知道 再來是達爾文的部分啊 我之前在講華萊斯的時候有提到過他 就是在講緊接色的部分 就是達爾文他在研究性選擇 所以 當他看到毛毛蟲啊 有些毛毛蟲為什麼他顏色這麼鮮豔 就是這個顏色這麼鮮豔 但是這對性選擇 似乎沒有什麼直接的幫助 所以他就去問那個貝齒 有沒有辦法解釋這個東西 結果 貝齒就把他轉介給華萊斯 就是叫他去問華萊斯 因為他也搞不清楚 那是怎麼回事 接下來 第四個部分是相關著作 然後跟貝齒有關的相關著作 就是貝齒他自己寫的 寫了一本叫做 The Naturalists on the River Amazons 亞馬遜和尚的自然學家 他在1863年出版的 而且這本書呢 其實是達爾文鼓勵貝齒寫出來的 在這之前呢 達爾文會認識貝齒 是因為貝齒主動寫信給他 我是有去那個 達爾文書信計畫的網站看 那個信件 因為我沒有看到首發信 只有看到他首次回覆貝齒 那個信裡面的內容呢 有回覆貝齒說 那個你那個身體狀況很不好 可能在比較好的環境休養以後應該就會好 然後他又說 以他的經驗來說可能很難好 因為那個達爾文 他自己有去過巴西 然後還有那個一些其他地方 回到英格蘭以後就是整個人都身體越來越差 包含回來是他從馬來群島回英格蘭 也是一樣身體變差了 我看那個什麼達爾文這裡裡面 可能就只剩胡克博士比較健康吧 那達爾文就是很常做這種事啦 因為他如果只要看到年輕的科學家或晚輩 他如果還沒有很知名的 他就會莫名其妙去鼓勵人家 也不是莫名其妙啦 就是可能覺得他有潛力吧 然後就會鼓勵他做一些事情 跟蠻多奇怪的老師呢 是不太一樣的態度啦 他真的推了蠻多厲害的晚輩出來 而且那些晚輩就會對他的那個吧 人格很信任 這些晚輩他們的傾向呢 是比較支持演化論的 所以就會幫他講話 達爾文反而不是最常幫自己理論辯論的人 大部分都是那些他認識的晚輩或好友 在公開場合幫他講話 結果那個什麼啊 這一本 The Naturalist on the River Amazon 出來以後呢 達爾文看了就說 我很欽佩你的著作 他還甚至還說 這是英格蘭史上啊 最好的那個自然史旅遊書籍 我會覺得那個吧 達爾文很常把他那個認識的晚輩 包到天上去 所以可能這個原因很多晚輩 喜歡他 因為這個書是1863年出的 那個時候 華萊斯的馬來群道自然考察記還沒出來 因為他那是1869年會出版 我還沒去找 不過我看 達爾文應該也是把那一本 包到天上去之類的 因為他們的寫法會比較 客觀一些 在以當時的標準是比較客觀的 雖然放到現在來看看 可能還是會有人罵說什麼種族主義 還是 之類的那個 看法 另外一本 跟貝茨相關著作是那個 The Butterfly Hunter The Life of Henry Walter 貝茨 這個算人物傳記 裡面有寫到他 早期的生平 還有那個吧 中期後期都有寫到 看人應該會更了解 那個貝茨他整個人是 什麼樣的人 不過還是最好先看過 貝茨的著作會比較好 因為 最靠近作者 你直接閱讀 作者寫的 第一首的內容啊 會 比較跟他有親近感 如果你是直接看 《蝴蝶獵人》這一本的話 會 可能不會馬上 喜歡他吧 所以我今天就是介紹 貝茨和他的一些故事 我覺得 真的 真的是 是一個越看會越喜歡的人 因為 他是演化陣營 所以就可以 無限加分 他是演化陣營 然後又跟那個 畫來士啊 還有達爾文 算是 沒有試破臉的 所以就可以無限加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吧 期待一下 個禮拜的內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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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